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魔力才會成長 那不算什麼 對了 我看玄鐵幫裡 少一些許說是兄弟 這個朝廷運兵器的嗎 既然他們專門送兵器跟義軍 我們玄鐵幫已經不復屬於朝廷了 義軍 本以為西地下台只進登機 天下會有一番新氣象 沒想到變本加厲 建立魔鏡了 所以開採資源 導致天災人禍 名稱凋敝 和紫禁分封左往後 以左閑王為首 各自去地 鑽上霸權 不滿日不滿著日多 如今各地群雄並起 並組成聯合軍 討伐紫禁 我們所支持的就是這些義軍 希望能夠早日推翻紫禁 天下太平 好 討伐師父的義軍 師父通常知道這些嗎 這裡倒是一股不容輕視的力量 你們都是藍天的朋友 都光顧著自隔高興 都把你們給忘了 來了 帶客人去客房休息 鐵掌門你客氣了 我們在想辦法打敗自己 給予下人求教 你們與心與君 差不多吧 你能聽我們細細道來嗎 英雄勤強 果真是為了添想百姓 軒鐵幫定規請盡全力相助 請公主受我一百 且公主乖乖免贏 不要如此 彩蝶承受不起 軒鐵幫乃是先帝膚之下 才得以建立新的規模 充敬以後 也有什麼用到我們的地方 請公主儘管開口 軒鐵幫任憑驅使 今天能得貴幫相助 才是太好了 夜南天象鐵奧索兵 需要打造學士神兵 擊敗紫禁上人 紫禁上人 那我要鍛造學士神兵 首先是選配 要用從天而降的火和玄鐵為材料 以烏上夜焰 熟燒熔煉 用堅硬無比的錘子 來百煉敲打 最後以冷地存水 脆火存港 果然都不是輕易地尋得植物 數十年前的南方 一顆火紅巨人游天植物 燒紅半片天空 摧毀了整座城 現在那裡已經成了廢墟 其中有各種幽靈出沒 又被人稱為永遠凝固 火和玄鐵就在廢墟之中 火和玄鐵有下路了 只是不知道午上夜焰等 要如何尋得呢 四大地蠻靈獸各有特殊屬性 也應該可以鑄靈獵成神兵 你們要去地蠻摧毀摩金牢 順便可以請釋放神獸相助 但是 此事必須儘快 摩金牢吸收地蠻靈獻 神獸將因地靈力銷上而死去 藉此最好材料也晚了 別人因為煙霧而失去大事 避惡的事情 我不想多看考一次 但我自己 是先找到劍沛 快往玄靈谷出發吧 你們儘管去 學鐵幫將派人日夜鑄造打鐵物 用你打造天下神兵 等著你們順利歸來 好 好 這裡就是怨靈谷 很像一個地下宮殿 公主 公主墨碑長寫什麼 研究以前 早上有人提出 要來此地尋找神秘的力量 藉此鞏固統治權 可是先王沒有允許這件事情 假如雲田如此重要 為何不 父皇那個時候說 王朝的志士 虛於萬民人心之象輩 卻不是用天外力量可以操控的 先王聖明賢德 知曉我有人意 能掌天下 唉 又相信往事 耽誤了大家的時間 我們快下去吧 不然就來不及了 唉唷 真的提到很熟悉喔 露骨之島 這石碑上面寫著 滴水刻印 死功之雨 清空之下 避海之盼 是否在哪 聽過類似的話 這很像是金書的島 大溫 與其說這個 不如快點下去找玄鐵 嗯 我們繼續往前走吧 決戰地幫 這裡應該是越南 越南古 古地 除了這根 潛天龍柱 作异一重 可是未見玄鐵 究竟在何處 何人大老五隻安寧 我們造訪此處巡火 火 火 火和玄鐵 明非有一點金啊 而且將軍見 見亮 那塊石頭 不 我不會交給你們的 這是我們的恨 我們的醜 我出成大小的戰役無數 無依不勝 卻被莫名 被天降順勢 出敗而亡 恨啊 全球萬事的恨 害我收拾這根刺鐵 血紅石狼 直到他被集會 風化磨滅 我 為什麼要為一塊石頭執著 流淋絲絲 只是不斷重現痛苦 日夜仿佛受夜火 灼殺 你不懂的 我的同胞瞬間 被夜焰燒死的恨 讚吧 你兄弟之名 我好痛 我滿痛的 我 應該要放黑鬚 風化採雷上場的 不要放花月爐 因為我現在沒有跟花月爐有合體技 連心可以喔 可是為什麼不能放 喔 這樣不行 唉呀 可是江峰是要放 他可以先 他可以先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還是要放 你不可以 那你這樣 我還要放 你不可以 快 你快 你不可以 我沒有 你一個末代 古代王領將軍 血的這麼厚 沒起來這麼強 身為長生將軍的我 竟然又輸了一次 難道我並非輸給天嗎? 輸給天命 古典王朝 總是不斷的交替 勝負也是 沒有人可以永遠勝利的 我已經當你眼睛到大後全身 突然出現周天霹靂的黑夜 天空中巨大火球降臨 隨後全軍弟兄都死在這裡 化成怨影無盡地徘徊於此 我所中這個火荒的石頭 就是納斯的陰星 那就是我們要找的火和陰鐵 將軍 我在當朝工作採地 現在神舟大亂 戰火四起 百姓苦不堪言 我們繼續這顆陰石達到神兵 借其力量找到平地的天下 世間也會少許多冤魂 你們擊敗我 了解我術院 我終於可以安息了 忠誠與榮耀 那火候先天得到 我們可以找其他材料吧 我們可以找其他材料吧 哦 蠻好看的 可 可下事 花飛花 霧飛霧 來如春夢 霧多時 去世遭雲 無蜜處 五片地麥都會被人踏遍 大地已死 越海娘娘的心願 終究無法實現 你 你到底在說什麼 地麥一共只有四片 第五片又是什麼意思 越海娘娘又是誰 滴水刻印 時空之雲 這是陸故事 石碑上面所刻印的畫 好吧 我再做最後一次試探 看看他們是否是有緣人 亘古不變之時之定律 請聽我心中最悠遠的聲音 你們可知道 下一句是什麼 願青色光滑 籠罩方域 願時光之流 可以應轉 你 許我以虔誠為證 以真理為品 刻下滴水之印 這是 十字聖女的倒溫 難道你認識當下的十字聖女 她是你什麼人 你怎麼會知道這些 秦玉 她是我的妻子 秦玉 秦玉是誰 她為什麼會知道十字倒溫 難道說她 就是娘娘 秦玉的那個人 好吧 竟然和秦玉一樣 那我就試最後一次 因為你們打敗我 我就告訴你們怎麼做 不過 你們要先去找起四大寶器 時光之路才能開啟 什 什麼意思 每一片地脈之中 都有一個獨特的寶器 至於他們分別是什麼 可能需要你們自己去尋找 只要拿到某樣寶器 越靈古中 就會有一條新的通路開啟 每一片通路裡的最後 會有我的分身 如果你們找到四樣寶器 並且我的四個分身都打敗了 再來找我吧 好 怎麼說我 我們把火和雲鐵 帶回來了 周神四孔 淡淡七彩光芒 堅力無比 卻不全沉重 正式打造絕世神兵的天然材料 下一步 就會去各個魔精熬 打握七彩金合的力量來源 會找靈州門幫忙練劍 以下行事變化很快 我們快些行動為宜 你們先去天地蘇海吧 那有木洗零手 可以得到燃燒出 屋上夜宴的材料 好 然後天地蘇海會有剛才那個支線的任務 這要撿 省住是不是 好 完成 翠柳 你 你怎麼了 有 有個做東西的男的過來 然後奶奶奶他 翠柳 我又是過去做你 哇這激光燒會讓人家中毒欸 哇這招 這招比較好 好 可以直接點是不是 哥哥 日行程過了布下的機關 不僅幫我抓起來 你運常哪來都給他們害了 可惡 那我找他衛無雅 你應該讓他常常這樣做的後果 你就是守過天地蘇海的零售翠柳 到這明漫的時期 這裡已經不能叫天地蘇海了 勝利已經完了 這樣也不是那副鬱鬱鬱鬱的樣子 翠柳 為了讓敵媽可以恢復緣耀 我們需要一根可以燃燒出 無山烈焰的數字來練劍 你能不能幫我找找 無山烈焰 大哥哥 這張東西 是必須要的嗎 論非必須 我不會想求 那你可以保證 你無山烈焰驗成神劍以後 蘇海會恢復到以前的樣子 我保證 翠柳明白了 大哥哥 你等等啊 等一下 翠柳該不會犧牲自己吧 老實說我已經忘記之前劇情是怎樣了 但我 一直知道他這樣對話 他該不會犧牲自己吧 他該不會犧牲自己吧 啊是奶奶喔 喔 喔 奶奶的遺物 或許對你們有用 鐵木癡 喔 好堅任的全吃 七黑耳堅任 彷彿什麼都可以刺穿 德哥哥他姐姐 我現在就給你們 可以拿到出無生意念的木材 喔 不是不是那個是遺物 不是 不是木材 難道真的要犧牲自己 你 你要做什麼 再見了 大哥哥大姐姐 你會一定要把樹海重新圓嗎 啊真的是犧牲自己耶 天啊 為什麼後面的劇情都這麼悲催 大家都無言了 沒想到 竟然會這樣 沒想到樹 竟比人更有感情 師父 你要是親眼看到這一切 還會不會像這樣執著呢 我們一定會懷影片漂亮的生內 你等著吧 第一個魔精熬上去不壞如是 其他的就更緊急了 耽誤自己 繼續拯救其他的靈獸 翠柳 我不會讓你白白犧牲的 我們快去翅天上去火種吧 好重的瘡氣 但是扯住的靈氣也被污染了 微微還真是做了不少好事 一族大家這裡會有害處 我們快進去破壞魔精啊 好這個是四道寶物 這靈氣 好 寶器啊拿到了 好再走回去原本左邊的位置 齁 字音 靈靈挫衝 這長子字音都被封印 好這麼快速解決啊 哇齁 欸我沒有換這樣放啊哎呀 欸怎麼不動 欸 招式對他沒用 還是要冰屬性對他才有用 我們快去解救他吧 人類啊 我身為火炎地盤人守獲靈獸 已經不知多少年頭 赤裂山的樂業賦予我了永生不實的身躯 無限領域磨擬我無窮的智慧 如等所思所言 以之所求 翠流為你們的犧牲呢 我也不可袖手盤管 請把螢光翠木和火和雲鐵 並列至於面前 靈獸中最年長的赤鷹 赤鷹 赤鷹吞下了螢光翠木 玄田健胚 孩子 你們上司來傾勞我 我知道原因 不管你們 但此事你們必須馬上啟程 這是螢光翠木燒盡好的殘墓 我們拿著應該有用 火風遙遠 我傳送你們離開此處 算是為你們做了一點小事 這就是神經的健胚 我看看我看看 好聊 紙巾的金屬觸手冰涼 等島上往後 會散發寒氣 聽著聲音感覺好平靜 讓人忘卻憂傷 確實 得蠟的健胚 還需堅毅無比的錘子 再加上忍念無松的泉水 是我獨心的嗎 總覺得路人趕快一點 就能找些解決 百姓移調 到玄紙庫 N4處 魔鏡好還破案兩處 其他肯定更辛苦 我們馬上趕往月海神院吧 OK 好 直接開打 中不出來 既然連海底都有機關獸 魏武雅的勢力還真無孔不露 機關門的技巧 機獸 確實精巧 只可惜如此高超的技術 就像這種地方 若是用來農耕 圖一貨物 應該可以造福一方百姓吧 新的技術出現時 往往是先以超景為優先考量 百姓卻無法因此而受惠 而且 總是這樣 好 走 走 走 快速解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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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 看來 還是沒拿得及嗎 注意要這個樣子 不 不能讓我們的努力全部白費 快速解決他 你看他只是睡著了 他 他似乎在睡覺 對 你躺下 可能還在休山休山睡覺 他可能還在休山休山睡覺 跟我起來 不是 你怎麼隨時身上待個大同步啊 阿 義漢大哥 還有好多不認識的 早 早安啊 現在應該下午了吧 沒有人聽他事情經過我告訴耕故 義漢大哥 耕故我絕笨 可是假意一切 你那種需要打鬥絕死神簡 我這隻右手就送給你們了 爆擊金錘 說送就送 你把右手給了我 讓你自己 耕故雖然不聰明 剛才想了一張 安心你的事比較要緊 耕故又要睡覺了 好疼喔 慢著 耕故你 我又無慮得 這樣不是挺好的嗎 神劍的電層 最後還差什麼材料 天空中 忍念寒測的卻火之水 我們快上最後的地賣 慶能上一個海風吧 怎麼辦他要給我搞笑 天啊哥有一個 這裡 月海之夫 一起追經 神中大帝 啊 應該從這邊出來了 啊 總覺得這裡的採氧器 別多個地方都還要強烈 我們必須要快些 你們看 那是什麼 好可愛的小狐狸啊 白蘭 你怎麼到這裡來 有主人呢 糟了 他有危險 我們快行 好 啊 GIN GIN 你沒事吧 白 白蘭 聽他把你的叫聲竟然爬得起來 小傢伙你終於回來了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擔心你 聽他哥 清雲姐姐呢 清雲姐 天氣突然冷得起來 好冷 連哥哥 竟明白了 無論是要冷落寒車的水 就把你的眼鏈拿去吧 呃 東西都已經備齊了 只要我們帶神劍跟材料再給旋轉把他打造了 這顆修靈力耗損過度 真希望還能幫上有沒有什麼忙 至於清雲姐的事情 謝謝你 夜九 我們回去打造神劍吧 哼 金台 不要 等一下等一下 青龍三點中央處有發光 哪裡啊 啊看到看到在這裡 好 青龍之賣 然後傳回行商營地 好 哇真方便 一南天德人將護流打造材料交給鐵鑰 而此時在滑青宮一個企圖消滅 是 其實我是清雲姐的炎劃法 已經過了一個月了 鐵鑰說最近就要練成 包括我 replied 讓 dere ног 大家és苦等無雅的料警 又是達為 Bud 超熱 慢的我快受不了了 但我忘記阿略還在的時候 一天放上一杯上好的龍井給我解渴的 我地上一大片葉子山峰會吹一首氣男小曲 給我解心同人樂 等當時在奇蹟夢過的真舒適 只當他彈出新聞 莫非 莫非什麼 沒事 我只是在想 好啦 我把紅玉跟甘同聲要配對在一起 為什麼直到姐姐 爹爹 彥大哥都不在身邊時 才感覺到阿略像馴風般吹拂著我 獵兄閉關照見惡許女 神經不知狀況如何 若是止盡止渴和派臉來襲 一種我現在的實力 可以應付得了嗎 我反之想太多的毛病 在這個空檔 特別容易發作 精神級別都無法出現 好累 公子 江公子 看看你 臉色根本成不出心思 你這樣擔心燕當更可不成啊 月娥還是這麼體貼 後圓的桃花開得好茂盛 一會兒來陪我賞我好不好 嗯 你等我一會兒 唉唷 月娥 你怎麼還在這 明運功驗得如何 練 練得很好啊 這怎麼行 最後的決策馬上就要到了 你卻還在這邊辦吊子 晚上又有去練功 我怎麼聽見姐姐的聲音 欸 你在房間裡面啊 呵呵呵 我剛剛沒看到你 人帥真好 人人在睡覺啊 醒來啦 你 你怎麼會在江南的房裡 我昨晚就越 獨卒 迷迷糊糊的 不知不覺就來到這裡睡下了 騙笑欸 趕快騙 不知不覺就來到這裡睡下 呵呵 你在唬爛啦 連心 慢著 這 將公子 這 這是你的房間 天啊 我要 好 我們選跟月娥啊 我要陪月娥上話 與此同時 呃 公主是招欠義軍受力 這麼久都沒有回來 唉 回來 出來了 師父出來了 師父終於出來了 呃 神經練成了 這個 還不知道 是腦筋 你怎麼不問清楚 我太激動了啊 啊 總之 你快去正殿 大家在那兒 好 我這就去 燕大哥 你一進去這麼久 為什麼你出來過休息 我現在怎麼師父學了很多 念堅持完全不能重寫 火火要控制得剛剛好 因為無論吃住 都在這裡是 呃 連驗室 所以根本沒有時間休息 那各位擔心呢 應該都不會不夠吧 啊 燕大哥 偏心喔 光擔心的燕大哥 怎麼沒見你擔心鐵大叔啊 討厭 我也擔心大叔啊 那是讓人振奮的一天 今天玄鐵方一個月的鍛造 這把鄰居的 重能心血的神經 終於煉成了 因為他的出現 彷彿過去的一切 空苦快樂的 青澀的 甜蜜的 卻在一瞬間變成 值得珍藏的回憶 我們圍坐在大天裡 端想著他 健身發出藥靈的寒光 照人睜不開眼睛 就讓人覺得 是 是與他相似已久 忍不住一點 去注視他 百戀雲鐵巨鑽 異兄 這是最後一戰 二弟 你有沒有想過 或許此戰 你我不能歸的 我們是同生共死的兄弟喔 只要神劍的力量 竟然戰勝七彩金河嗎 公主 你…你不要擔心 一把神劍的力量 或者不行 但是我們有這麼多同伴 大家合力 一定可以的 他有擁護公主的義軍 在戰場上支援 我們必非故身作戰 真沒想到 不問四次的移花宮 也會插手此事 不過 我做的是從不後悔 他這句話 含義很深 搖位這句話 有玩過的就要串交 三代的 還有玩過明月孤星的 看到這句話 有點諷刺 借劍 工作 在這些日子 我看見了很多東西 失墜 我一定要勸你醒悟過來 十層一到 旅軍那邊已經作戰接應 各位 九寸實施出發 來 江公子 天罡雷艇劍 這是 暴擊金鎚敲打神劍後就沒用 火箭這材質不錯 隱含了一定滋味 乾脆就打得到一匹 配你的神劍 多謝鐵掌門吃劍 之外 我將你們帶來的鐵墨石 和焦圍木木 也進行了精英性的打造 這次我合適續續風和採地的武器 希望也能助你們一臂之力 最後提醒了一下 一旦吃了紫星劍就不能再回頭了 領走之前 最後整備一支物品吧 小子 好好幹 不要如莫厭老氣的教誨 我明白的 我們出發吧 沒有草丸牆 沒有樹高 我是一隻沒人問金的小花 從來都寂寞 總是很煩惱 我怎麼是 只是一隻無人問金的小花 你好啊 哎呀呀嚇死人 你怎麼閃門這麼大 打吧你紫星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接著他練成爵士的五共 你們可要多加小心啊 要記住 走上紫字鍵前 你有一點點機會讓西安的人復活 要抓緊機會啊 就是給你一點點獎勵 你可不能教我十萬啊 南天 無論什麼時候 你都要堅強啊 江峰 不要太花心啊 小黑 你可打扮著真酷 紅玉 你這太乖巧了 月娜 可得江峰面前多表現啊 我很看上你的 有位臨性 這是屋裡的組合 彩蝶 天涯何處五方早 後面獨戀江峰這隻風流草 給小一點機會啊 清運在哪呢 最最最完美的清運 讓我想想他現在在哪啊 啊對了 明遠神經還欠我不少錢 你得幫我找找他 別忘了啊 一陣風吹了過來 小花絮被無情的吹走了 我正在祈求上天 希望能夠天下太平啊 窮人都能吃上飽飯 家家都能團圓 其餓不再分離 你願意施捨我一點錢嗎 你這次居然是屋上的大火人啊 有你的好心場 行傷引地面面上的出現機率上升哦 好就這樣 可憐 哇 同時出現耶 我是要怎麼點你們啊 笑死 喔 不過有所見的東西在這邊都可以買到 欸 原來這邊有喔 這邊買的到天鋼的一挺劍 我的媽 喔 是這樣 這真正敵敵的機關 總之 我們必須加倍小心 喔 好 我們在這邊 可可打 好 就這樣